今儿这试驾报告这车啊 最近很火 因为它在一直价格下滑 来往后上 一款车能不能提 先看座高啊 其实街霸的全系 无论是V2 V4 V4 S 还是V4 SP 座高都是845啊 但是SP的这个坐垫 可能相较更厚实一些 所以可能脚着地会有些影响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街霸的V2啊 V2的这个座高啊 因为这个车主啊 他是做了一个下调的啊 本身高183 大家可以看这个脚着地的面积啊 还有实际搭配起来的画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圆座高 就是845座高的时候 它这个脚着地的这个情况啊 其实大家可以同样来参考啊 180以上 基本上全脚着地就不成问题了 它也没有听上去数据那么吓人啊 好啊 关于这个仪表功能的介绍 车把按键的介绍啊 我们会单独拍机视频 放到我们的这个仪表系列里啊 我们本期呢 主要是给大家分享这个试驾的感受 好 接下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它的声道 好啊 试驾感受 稍稍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款车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是我们要一会试驾的V2啊 这个是我自己的那个V4 其实除了一些外观 小细节会不一样啊 大体看上去是没那么太大区别的 包括V2也是能架装这种顶峰液 对吧 所以从前面看 其实看不太出来什么啊 毕竟铺板的V4也不是金币的 然后比较明显的啊 就是这个仪表 V4是大仪表啊 V2是小一点的仪表 包括N键也是有一些区别 它更像是怪兽的系列啊 这个区别 然后就是太齿啊 其实太齿V4的铺板也是这个 我后续换成了504啊 然后就是排气啊 排气的方面也是不太一样的 大家能看一下V4跟V2的区别 然后就是卡钳啊 V2的版本是M4的卡钳啊 然后它是M50的卡钳 B针 后B针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是V2的后B针的位置啊 那个是V4的后B针的位置啊 整体来说 其实你要不细看 看不太出来啊 整体油箱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瘦 好吧 骑着聊吧 因为我自己的车是街霸的V4啊 所以对于V2跟V4的体感区别 我个人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首先就是前段的这个动力表现 它的低扭来的会更直接 相比较V4来说 它的前段体速会表现的更明显啊 当然中尾段就会相对的差一些了 车非常的轻巧 至少跟V4比啊 轻太多了 所以灵活度很高 基本上在街上啊 你要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路况呀 想钻个缝啊 不用太大的压力啊 很轻巧 车头的质量性很强 当然了 杜卡迪绕不开的问题 拖挡啊 其实它也是有一点点拖的 只是我个人觉得啊 以杜卡迪当下的这个拖挡情况 它毕竟不是20年之前的车了啊 20年之前的车 拖的是特别明显 特别夸张的 20年之后出来的车啊 基本上是在人为是可以解决的 你就是把专速控制好 如果实在是低于4000转 3000转左右的时候 开始突突了 咱们把离合切入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这可能就是好多人 他确实不适应杜卡迪这种调教啊 就是相对来说 宝马拿圈更丝滑嘛 对吧 你2000转都不错的 但是不同的车 它有不同的调教 大家喜好的话 就得去适应它 放纵机的共振 也是会有的 基本上5000转会有轻微的共振 到67000比较明显 它跟V4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就是V4如果拉过了 这个转速区间啊 整体的共振就逐渐减小了 但是VR会有一些 持续上升的感觉 刹车方面啊 虽然刹车距离控制的还可以 但刹车的手感是偏软的 尤其前段是偏软的 对于过弯和压弯方面啊 这个车说实在的 比V4要更好 进玩它的下身感啊 来的会更快一些 一呢是因为它很轻 二呢是因为它的胎没有那么宽 所以对于进玩的这一瞬间啊 你会觉得很自然 对于日常骑行 在街道中来说的话 其实VR真的比V4要更适合 不过对于街霸 全系车来说 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 就是油量 对吧 我们的油耗非常的高啊 而且整体啊 一箱油能骑到100帽头 是一个常见现象 就是你再省着省着省着骑啊 能骑到200公里一箱油 很少很少啊 大部分都是100帽头啊 156啊这样 所以你要是想跑出去 磨个旅 那真是费到老劲了 你中速赶上两个 加油站不开 基本上这料到上了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发热量啊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啊 VR给我的发热量的体感 会比V4更大一些啊 它的这个热量感 有点钻腿 就是有一种小兜拉尼的感觉 但是呢V4的 它是一个轰在一起的感觉 就它像是在一个 扫纳式蒸的感觉 它两个体感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总的来说啊 不管是VR还是V4 只要是街霸啊 它的整体热量区域 都是在腿部啊 还好 不像仿赛是往身上涌 好 最后来总结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这款车 现在的价位 真的性价比很高 十个冒头 但是你能买到一款 杜卡迪的街霸 但是啊 不能骑太远啊 就你的上下班 形成路线啊 如果不是特别大 长距离的 那就还行 如果是长距离的 就不建议买这种车 行了